这几日,美国就在大家纷纷支持华为的时候,凤剑去剑走偏风。 昨日,罗宇峰在微博发布言论称,华为早就盖款了,很快引来网友粪骂。 5月20日晚19时34分,就在华为与谷歌几乎要决裂的时候,凤剑,而昨日凤在微博发文写道,华为早就盖款了。 一小时后,苏宁易购手机通讯官方微博和苏宁手机转发表示,在苏宁线上任何平台,线下任何门店,我们从此拒绝再将任何一台手机销售给罗玉凤女士。 即便可能会引发某些公平性规定争计,我们也在所不惜,尊严不容践它。 据悉,苏宁易购手机通讯,是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O2网线上线下双线,手机销售平台,也是苹果,华为,小米,OPPO,Vito,三星的众多手机品牌的渠道伙伴。 并喊话 at 华为手机, who at 华为终端官方微博,我们在一起。 罗玉凤,1985年生于重庆,因一系列来人言论在网络上走红,被人称为封姐。 目前,X 罗玉凤微博粉丝,已经超过一千万。 据公开资料显示,罗玉凤曾自称九岁起伯纳群书,二十岁达到顶峰,智商前三百年后三百年无人能及,主要研读经济类科之一。 故事会,等人们受科内书类。 据悉知,凤建也是正比来到美国。 2010年,罗玉凤在网上表示,我到美国了,并声称,出国就没有打算回去。 2015年7月,凤凰新闻客户端宣布正式邀请凤姐作为签约书笔定期在平台发布文章。 16年9月,凤凰新闻客户端宣布与凤建团队终止了合作。 遭网友谩骂凤姐话一说出口,随即演发争议,有网友称其文呼气网红乘热度,面对舆论风波。 5月21日八十二十六分,而昨日凤发文回音此事时,称他这几天没看信,文,并不了解外面发生什么事,朋友们一定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凤姐还表示,不知道事情会传得这样快,才以为没人看就删了,我不想火,也不想出名。 我就想安安静静地做个路人假,对此,网友表示不相信凤姐不知道新闻,敢说不敢承担,而罗巨凤则回复网友称,自己真不看新闻。